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是如何来看绣布上的印花符号 拿几号线来绣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你们的绣布一侧都会有这个续号符号和这个线号 线号我们不用看它这是配线用的 然后我们只需要看续号和符号就行了 然后这个续号这里01就代表的1号线 02代表的2号线 03代表的3号线一次类推 然后呢这符号这里 这个符号就代表着我们是绣布上的印花符号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代表的是2号线 这个代表的是3号线 也是这样子来看的一次类推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1号线 这个01号线是这个符号 我们就在绣布上找到同样的符号 看到了吗 这个符号和这个符号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直接在线板上拿01号线来绣就好了 我们就不管这个符号是符号是啥颜色的 我们不用管只需要看它这个续号是几 直接来拿01号线来绣 这就对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 再来看一个这个符号 看一下 绿的 然后一半白的 我们在绣布 这一侧的符号这里找到和这个符号一样的 这里 它对应的是10 那就是10号线来绣 我们直接在绣布上来拿10号线 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10号线 你别管它 这个是啥颜色啊 我们只需要拿10号线来绣就对了 你学会了吗